- 怎么样? - 嗨,大家好,我是一口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生活中 好多东西都是电动的 有电动牙刷 电动按摩仪 智能电动吸尘机 现在连创棉都可以电动 创棉是所有家庭中的必备 它说装饰上有重要的作用 最初作为遮痒 和保护隐私的创棉 也因为电剂的饮用 更方便使用 也成为众多五星级酒店、别墅 精致公寓的一种标准配备 而今天我将分享的是 来自法国的无线电动系统 首先要了解一下 电动创棉的功能和好处 室内的话 时尚的电机设计 可以搭配不同的材质创棉 或者百叶窗 来塑造各种设计风格 除了遮痒 还可以作为隔墙 第二 创意搭配 无论屋主要怎样的创棉 Roman Rural Venetian Zebra Britter & Solar 又或者最传统的创棉 都可以任意和电机搭配 怎么样 所以说 没有电动的坏处就是这样 会拉断 第三 多轨 多向操作 它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电机 它通过这个电机来带动创棉 沿着轨带来运作 依据窗户的需求 电机可以正反转运行 或是上下运行 第四 方便安装 无线电机 意味着没有闸乱的电线 无论你想要选择 单轨穿年 又或者是酸轨 都不需要敲打墙壁 可以简洁安装 第五 设计教终有小孩和毛小孩的人 没有悬挂绳索的设计 不用担心孩子和宠物被缠着 减低意外率 第六 诱化生活 这种现金的无线技术 是你轻松生活 而无障碍的家具舒适 解决方案 它带给你的舒适感和产品的质量 是无庸置疑的 电机有5年的质保 和电池有2年的保证期限 第七 智能 无线电机有遥控器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 还有其他的 Google mini和Alexa 来让屋主可以远程控制 再不怕出门 忘记拉家里的窗帘了 Hey Google Boss back Yes Boss 第八 定时开关 用定时控制器 来设置窗帘每天的开关 早上几点左右 拉开窗帘 提醒屋主准时起床 迎接美好的一天 而晚上几点关闭窗帘 让屋主晚上回到家 感到温馨和舒适 是不是很想要叻 第九 超精英 电机采用最高端的技术 最主要是 诱化屋主的生活 因此 巨大噪音 也纳入考虑 发出极低分贝的操作声音 可承受高达60公斤的窗帘 第十 制造假象 如果屋主长时间不在家 担心被人定上 那电动窗帘就可以每天定时开关了 造成家里每天都有人居住的假象 以防不法分子的非分自想 如果配上每天定时开灯 就能模仿出每天有人居住 同时起到防大作用 好了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对智能电动创业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我下方留言 或喜欢请like and share 还有别忘记赞我的Facebook 按C分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圈能按001 call in 那你就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啦 下次见 拜拜